这个酱料是你们的配方 自己一样 自己演发的 对对对 那你这个鸡蛋灌饼这个是自己学的呢 还是说去花钱去学的 调料是二十几种材料 二十几种 自己喝的面 这个是啥 这是油酥 油酥 油酥啊 油酥 油酥是什么油酥呢 就是油和面粉 油和面粉 这有几种价位啊 几种可多的 就是可以加五元再加 你再加十几块钱都可以 假如我加完所有的 最贵的是多少钱一个 加完所有的 卖过十八块钱 最便宜的是五块钱去 五块钱去 待会尝尝好吃 OK 我这是家里一个鸡蛋是吧 然后加一个 你跟你老婆都是都去学的 是吧 她学的 怎么会想到选这个 鸡蛋光饼这个小吃呢 有那么多小吃 所以这比较口子小 省事 你小吃太多了 小吃太多了 主要是她在我们小鸡蛋做得很好吃 我才去学她 在哪儿学的 在新华街那边 新华街 你不好吃去学的也蛮有 人家要买 一定好吃才能靠回头客吧 对对对 这个鸡蛋光饼烤的一两年了 不见不是都是搞建材的 不见过来的 建材 茶艺 挺好现在选择做一个小吃项目挺好 是吧 你看这个烤出来 这个是烤的 烤得很焦火啊 是吧 辣椒自己调的 这个酱 酱也是自己调的 25种调料 20几种 那现在 鸡蛋光饼主要也是靠这个酱 这有点辣 有点辣 那就少一点 那如果有人学的话 就是学这个酱的技术 是吧 酱技术不学 所以要教就是鸡蛋灌扁整套 加入完了学的话 是能花多少钱学大概 所以全部学会的话 一千多吧 一千多就学会了 嗯 可以 还要土豆沙 这个是孜然 孜然调味 加点生菜 嗯 这一个就行了 是吧 好了 可以 来 今天来尝一个鸡蛋灌饼 这个就是熬酱的 熬那个酱要这么多东西 对对 这大料是吧 很多 大料大 你们以前吃过吗 吃过 好的 你们吃鸡蛋灌饼 是吧 好不好吃大家 还好吃 你们这吃的啥好香啊 看上去 这个 这什么 糖 糖葫芦 哇 一天有几块零花钱 一天有五块 还有个鸡蛋灌饼吗 嗯 大哥经常来吃吗 要 一下吃几个 以后吃一个 就吃一个 哈哈 还能吃几个 你是经常过来吃 他家味道怎么样大哥 要得还行 味道还行 价格还 价格还行 也是七块 七块不怪 别人家十来块了 对十几块而已 哦 就是你家的这个 别人家卖十多块 哦 那你这个 性价比还是可以啊 嗯 这个价格 可以 里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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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感还是蛮不错啊 就是这个饼子烤得不错 而且那个酱料啊 就是用了二十多种大料啊 还是蛮用心的啊 这个这个料 好吃的关键 就在于这个料 还有烤制的这个饼的技术啊 老板也不容易啊 我说一下是 福建 泉州人 然后99年就来到山西太原 做水管建材之一 做了二十年 但是 像这种传统的项目的话 赞 资金占用 其实挺挺高的 比如说收不回来的钱 就没法去继续做下去 很多债 都收不回了 才能死账 老板然后就烤茶啊 是吧 这种小吃 烤茶一两年 做鸡蛋灌米 我觉得它这个项目 还是全能可以啊 像鸡蛋灌米呢 煎冰果 它是一种很常见的 传统的小吃 虽然常见 但是只要你口味做得好 是吧 性价比高 就会有很多回头客 因为都是大众熟悉的美食嘛 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一些小吃 很稳健 是吧 做好了就肯定是能赚钱 每个月我们能赚钱 赚的不多 但是是能持续赚钱的 他这个店啊 就是和他老婆一起在干 晚上还卖烧烤 就那么个小店 而且好像 刚才听说是合注的 成本低嘛 现在我发现好多做吃的 做餐饮脑都是 尤其是那种个体 那种夫妻店 或者个人开的店 都是合注的 吃的还行 挺香的 然后他这个 他家的位置啊 是在太原 银泽西大街 和前进路口加烧口啊 前面就是银泽西大街 然后这条路就是前进路口 然后对面有一个百家宴 基本印象在他正对面啊 帮助老板宣传一下 都不容易 老板今年40岁了 我能感觉出来 他真的是想把这个 把这个鸡蛋光明做好 能够装了起来 但他也很有 很有魄力啊 是吧 做了20个建材声音 咔嚓 突然切断 然后舍弃 重新开始 不容易 但是实在是做不下去的时候 必须放弃 还没这种 没这种